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帅 我参加的汉语桥第一个比赛是在2019年的12月份左右 我当时参加的比赛是配音比赛 然后配音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我之前的比赛都是演讲的比赛 但是配音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那种紧张 也有做了很多准备 我做的一些准备就是看视频 然后把他们要说那些话写在word里面 然后慢慢的背下来 然后看视频学习 看视频学习 看视频学习 学了两个星期左右 做了两个星期的准备之后 比赛就开始了 然后通过这个比赛我的收获有很多 我学了很多东西 我有了一个能配音的一个一点点能力 知道吗 然后有了很多知识 然后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很多老师 汉语桥给我带来的变化和改变就是 我看了汉语桥之后 学习了怎么去组织 怎么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怎么去组织一个比赛等等 因为汉语桥这个项目和这个组织 他们的老师是一个很积极性的老师 知道吗 我当时因为参加了第一次比赛 然后配音也对我来说很新的东西 所以我很紧张 但是他们的那些老师给我了一个很积极性的想法 然后让我去尝试 让我去试一试这个配音的这个比赛 知道吗 所以我看了汉语桥之后 学习了怎么去认真的做一件事情 怎么去把全部信放在一个事情里面 然后把它做好 最后呢 我是哈帅目前在阿富汗国家 在马斯尔德西尔城市 我在这里住汉语桥 20岁生日快乐